我实在不敢相信,姐弟两人每天的早餐居然是吃冰茶子 零下二十度的天气,姐弟两人却大口地喷咽 看着眼前这一路,不仅让人既心酸又心疼 而吃过冰茶后,姐弟两人又迅速地踏上去往学校的道路 对于这样的生活,两人似乎早已习惯 姐姐叫小超,今年九岁,弟弟叫小五,今年只有七岁 由于居住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山区 不仅每天要面对恶劣的高原气候,就连求学的道路也甚是艰难 初冬的高原天气很冷,就连晾在柴火堆上的衣服都冻成了冰棍 可姐弟两人却并没有因为高原的恶劣天气而放弃对知识的渴望 每天早上五点,姐弟两人就早起上学 离他们最近的学校是位于半山腰,海拔两千米的西牛小学 由于山高路险,加上高海拔的气候 姐弟两人只能在冰山雪雾中走走停停 一边大口闯着粗细,一边忍受肚子的寂寞 在长期的天寒地冻,半风凌冽中 弟弟小五的手已经充满了冻伤 看着弟弟疼得字牙咧嘴,姐姐只能去拿作业纸帮弟弟擦拭 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姐姐的棉袄明显太小了 零下二十度的天气,手臂露出了一大截 破旧的书包更是烂了个大洞 在为弟弟小五擦手时,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 不仅弟弟的手受伤了,姐姐的手也是冻得通红,充满了脑茧 而一番简单的擦拭后,姐弟两人又匆匆地踏上了求学之路 因为他们要翻越两个山头,徒步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学校 回得上课不迟到,姐姐只能不停地催促弟弟走快一些 然而弟弟毕竟是一个只有七岁的孩子啊 没走一会儿,又饿又累的弟弟被冻哭了 痘大的泪水从小五眼光滑落 眼神里流露着太多的委屈,伤心无助 看着弟弟的样子,姐姐小超只能默默地安慰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从小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个 姐弟两人再次赶路,在经历一处冰雪覆盖的树枝时 姐弟两人习惯地吃起了冰茶子 此刻,这冰茶子对于姐弟两人来说不仅管饿解渴 更是他们每天早上里的求客 简单地吞噬几口后,姐弟俩开始了快速向学校冲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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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